也要提醒您 還是要小心一下這個火光 宜蘭羅東中正路上的鄰區的 文化園區的員工宿舍 在昨天晚間九點左右 發生了大火 周邊的老舊宿舍被波及了 宜蘭縣消防局貨爆之後 就趕往現場救火 半小時左右就把火絮給撲滅 還好沒有人傷亡 警消抓到了一名疑似縱火的嫌犯 現在正在進行進一步調查 洶洶火事從窗戶內不斷竄出來 而且越燒越旺 宜蘭羅東鄰區文化園區員工宿舍 三號晚間九點多發生大火 附近民眾嚇得直發抖 火是一度蔓延四周老舊宿舍 宜蘭縣消防局貨爆後 立刻趕往現場救火 消防人出動救災人車到場搶救 所幸沒有造成傷亡 火是在半小時內撲滅 那目前沒有人傷亡 第一間第二間是冒煙 那第三第一間是裡面的燒毀 火是從最後一間宿舍附近燒起來的 而宿舍由林姓員工和兒子居住 但林姓員工十一月往生 林館處議規定三個月內要收回 林園的兒子則是治安人口 有縱火前科 目前人已經找到到派出所說明事發經過 但林南工稱是在加抽煙才會引發火警 究竟是不是人為縱火 將由消防局火吊客和警方進行後續調查 歡迎收看張宗盛和吳聖黃林 以來報導